在外面逛街人有三急 不過見到這樣的公廁又怎會去得暢快 這個位於元朗康景街的公廁 每天有多達3,000人次使用 被申稅專員公署地面批評 衛生情況惡劣 公署又發現其他公廁的地面濕滑 刺隔垃圾多 水龍頭未有供水等 所以針對公廁的管理和維修 展開主動調查 現在全港有約800間由食環署管理的公廁 當中7成半外判了被承辦商清潔 其餘就由食環署直接負責 處方在過去3年接獲超過6,000宗 與公廁相關的投訴 超過8成是投訴外判承辦商 而根據現時的機制 如果承辦商未能在指定時限內 改善不達標的地方 食環署可發出失責通知書 並且扣減他們的月費 在過去3年 食環署向承辦商 一共發出超過3,000份失責通知書 每年的數字沒有太大跌幅 似乎阻嚇力不足 而且食環署各區的部門 不會將有關記錄上程度總部 所以難以整合出不達標的原因 和有關公廁是由誰承辦商負責清潔 不利處方監管 食環署在2020年6月開始 將投訴的數字作出紀錄和分析 亦都說不到某一個公廁的失責通知書 其實它失責是哪一方面 究竟是清潔程度達不到 還是因為它維修不可以24小時內做到 或者甚至可能人員有偷懶 這些數字我們都想知道 至於由食環署直接管理的公廁 不受衛生評級準則約束 員工即使被投訴 亦都不會受罰 而且潔症的標準不清晰 食環署的清潔工人的工作表現 是受著管工的監管的 管工巡查的時候 如果發現那些公廁的潔症程度 未如理想 是會直接要求清潔工人 清洗至妥當為止 但是怎樣才叫做理想呢 怎樣才叫做妥當呢 食環署就沒有好像對外判承辦商 那樣定立ABC級別了 沒有一個較為客觀的指標 有議員將公廁環境參籤 歸咎食環署 未有訂立清晰清潔標準 亦都沒有在承辦商投標時 加入未能達到服務標準的罰則 他建議 處方成立一隊專責突擊檢查隊伍 加強巡查工廁 亦都應該增加對承辦商服務不達標的罰則 都網記者黃永彤報導